台北市有名男子花了五万多元参加婚友社 曾经呢和八名女子相亲 博士后却认为婚友社提供的会员资料太过夸大了 不但把女助理说成是女秘书 就连她自己的薪水都从五万块钱被说成是十万块钱 导致双方的界面有落差 所以无法顺利交往 因此决定提告 而法院认定婚友社没有在事前提供会员资料 判退还两万五千元的会费 网页摆满一对对新人的甜蜜合照 位在台北市的这家婚友社颇有知名度 不少单身男女在这儿相识相恋修成正果 墙上挂满了锡铁就是最好的证明 有命诚信男子也满怀希望 透过婚友社安排约会 却发现对方只是一名女助理而非秘书 女子也亚裔相亲对象的薪水不是十万而是五万元 男子怀疑是婚友社的会员资料太过夸大 两个工作都有跟他讲 但是他怎么听成秘书啊听成助理的 然后去问女生说你工作怎么不对劲之类的 他们在聊天的过程中有产生误解我不太清楚 业者自清不过诚信男子缴了会费 还总共相亲了八次 花了这么多钱却换来被骗的感觉 决定提告 法院认为婚友社应该在事前提供会员资料 因此判赔两万五千元 满满的真爱分享 有人一年找到最爱也有人理性看待 其实来参加的目的不外乎 就是希望能有段开花结果的恋情 然后再来参加的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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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